看看新闻网 只要我喜欢你 你必须是我的 太大学了 这个是北京 一个地域的一个位置 这边是百里挑一的 一个节目现场 那么我呢 这一次是在 我的生日的当天 然后我乘了飞机 然后飞到了这边 然后呢 承载了我好多朋友 的一些祝福 然后希望 我在这边找到 我的精神伴侣 陪我一起走完 幸福的人生 希望是到一个 特别的生日旅 今天希望是 志在必得 对 好 现在要来展示一下 你与众不同的一面 才艺是什么 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吧 然后是 新贵妃醉酒 李玉刚唱 这个真够特别的 来 谢谢 有难度 谢谢 好 亲爱的各位朋友 大家好 来年的雪花飘落 梅花开枝头 难言的花青翅膀 留下太多愁 不要说谁是谁 被感情作异对 只想梦里 与你一起 再次一回 满出海大树 愿意 这种梦里 估计我 做梦里 好 如果少来 我太在採用 你 kami 虽然 by b 但是已经够了 七十三分钟 谢谢 恭喜 来 来 告诉我 你最心里的谁 是这个吗 今天这个现场有点奇特了 为什么这么说 待会儿您就知道了 来 再按一键电脑 第一项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好有巨型范儿 还要场一周 而且感觉她的心动女婿 应该是四五六七号左右 因为她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偷偷地眨了一些眼睛 然后自己还唱破烟了 因为你是来自北京的嘛 所以挺你 谢谢 谢谢这位美女 美亚敏 你好 你好 你的主张绿色的衣服 让我想到绿巨人 颜色比较跳 然后我觉得你的爱情情缘 超霸气的 不喜欢我 也是我的 就是超霸气的 我感觉 蛮喜欢的 然后我觉得你唱歌的时候 超到民心范儿的 而且你选了一首 我去KTVB唱一首歌 心归为醉酒 我超喜欢这首歌 因为我们想听听 张颜是怎么唱的 有机会可以一起合唱吗 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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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刚才就没唱出去 那个最高的那个一页 那个闭合的一页 来 张颜来一句 我从就在一瞬间 去背对月情丝天 爱上的茅茅 文君和失恋 唱得非常好 非常好 谢谢 好 谢谢张颜 我的理解是这样面对面的唱 可能真有点紧张 而且你的音音还足足比她还高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你这身绿衣服呢 有点像西瓜皮的颜色 我们小姐呢 是西瓜瓶 洛老师呢 是西瓜子 你们三个加在一起 我真的像是西瓜 就是一个搭西瓜 绝配了 正门为这样场合来搭配的 太有眼光了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美妮 虽然我知道你的歌 可能唱给右边的姐妹听的 但是我得小小自恋一下 你唱的是新贵妃最久 是吧 对 我这身衣服台下的姐妹就一直在说 就很像贵妃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小小自恋一下 是以为你唱给我听的 谢谢 男嘉宾 你好 我只想说几个字啊 又见一朝南 期待你接下来的表现 好 谢谢 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好 我们再看一头VCR 进一步了解下这位潮男 大家好 我叫刘薇 我今年28岁 我是来自江苏法安 目前呢 我是在北京定居吧 我呢是出生在医生世家 我的爸爸是一名 吴艾科的医生 我妈妈是一名护士 那么因为我从小 我的性格比较叛逆 所以说 我就没有选择医生这个行业 目前呢 我在北京的一家化妆品公司呢 男人是全国的销售培训经理 一直 那我的评测业余生活呢 就是喜欢跳舞 就比较喜欢跳国标 然后像恰恰呀 包括一些像桑巴之类的一些舞蹈 我从六岁的开始呢 是学会了第一道菜 最拿手的还是汤类 如果你选择我 我会叫你穿衣打扮 让你美丽动人 会让你的胃每天体验到不同的美食 好男人就是我 我就是刘薇 真是一个潮男 不是绿就是红 来 分开两张扑克牌 再做了解 好 刘薇毕业于北京科技学院 现在在一家化妆品公司 担任培训经理 年薪二十万 六岁就开始做饭了 什么样的生活环境 逼着你六岁一定要做饭 是这样的 首先呢 就我的父母他们的工作 就挺忙的平时 那么我呢 就有一次就早上我早早起床 然后呢就是 因为我在小时候 我们是使用那种很矮的那种炉子 煤炉 对 然后呢就是把米饭 然后放入锅里面 然后加水 水开了之后 然后呢放一些菠菜 菠菜然后之后开了 把鸡蛋打成根 放在里面 然后放油盐味精呀 这也是我的第一份饭吧 菠菜粥 对 菠菜鸡蛋粥 怪不得今天穿绿色 是来怀旧来了 会跳国标舞 想创立一个 这有吸引力 想创立一个以老婆为名的品牌 就是未来跟谁结婚 就以她的这个名字来命名 对 因为我觉得 跟我未来的伴侣 毕竟我们的人生很长 而且也会留下很多的一些印记 那么我觉得 以她的名字来命一个品牌的话 我觉得会非常地很有价值 也很有意义 这是个好点 男嘉宾您好 您好 你说你会跳国标舞 你是跳哪一类型的 华尔兹还是拉丁 对 跳一点恰恰吧 那我也会跳 那我们可以来一点 那我今天穿的这个鞋呢 那跳一小段吧 没事 享乐一首 享乐一首 健身一下 好 谢谢 我来十二小段吧 真棒 太棒了 真棒了 谢谢你跳得非常地好 两个人的服装还颜色挺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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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想就是有一点 你说想创立以后为老婆为名的这个品牌 然后我觉得特别别出心裁 也体现出你对你未来的老婆 可能会疼爱有加 但是我觉得就是纯属 纯以这个老婆的名字来命名 不太好 知道为什么吗 比如说以后我跟你结婚了 然后我是你老婆 叫胡舒涵 对吧 然后别人你建立了这个品牌 然后别人问胡舒涵好用吗 胡舒涵真的很好用 自从用了胡舒涵以后 容光焕发了 精神变好了 皮肤也不长多了 别人还以为怎么回事呢 所以我觉得对于老婆形象不太好 可以可以 做形象代言人什么我觉得OK 价格也不好说 胡舒涵便宜嘛 别婚感很贵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你是胡舒涵 我觉得大家肯定心里也会在想 那他胡舒涵一定会很幸福 会很快乐 男嘉宾 我不介意呀 你有没有觉得慢轻慢轻 有没有听起来很像那种 有没有蓝蔻茧壁那种感觉 有没有 考虑一下呗 这可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人家说他的名字 更适合当化妆品牌 你应该听懂他的意思 明白 因为我本身是做化妆品行业的 那么我今天呢也给各位美女 然后带来一份我私藏的礼物 然后请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哇 私藏的礼物也带来了 哦 可以吃的 对 你先一人领一个 哎呀 太贴心了 我们也有 哦 那是饮料 那男的也可以喝 哎呦 还有小心 注意安全啊 注意安全 这一支呢是胶炎蛋白的口碟 因为看到各位啊美女啊 包括我们的主持人 然后在上面每天 这样加班加点啊 而且你们知道吗 其实你们平时在 这边日光的照射下 你们皮肤有胶炎蛋白会流湿的 对对对 会流湿的 女人也在流湿啊 女人爱保养 我们男人更有面子 听说 胶炎蛋白是很好 很好的补品 对 可是是不是会发胖 呃 其实呢 你的 这个问题是问得非常好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 觉得自己发胖 其实首先重要一点 就是你选择胶炎蛋白 你要看它的一些成分 你试试看它是 是否是骨胶原 如果是骨胶原的话 那可能会让你变重 因为它是让你的骨蜜度一些 那个增加 会觉得变胖的感觉 对 那多久需要喝一次啊 嗯 其实的话 就是看见你各个人的情况 需要了 有的人的话 他可能是一天需要喝两只的 像骆老师这种情况 一天需要喝两只的 我就泡在那汤里 我也 我也要去喝 会不不了 会有种事 其实我觉得骆老师 相对咱们男人来说 我觉得骆老师 其实已经很有面子了 不错的 来是他会说话 我越来越喜欢 来 到此环节呢 各位女生也要做出 你们的第一次选择了 三 二 一 请选择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我们中国人说 你说人家水短 人家水短 那人家条约淡白 还真好 快排 我也可以说实在 这个小伙子是受 李嘉宾关注 那我还想再期待 等着他新的信息 我们再翻开 另外两张扑克牌 再做了 恋爱过两次 距离改变爱情 很典型 这又是一次异地的恋爱 现在呢 这两次恋爱的女友 都已经结婚了 你们是一开始恋爱 就是属于叫异地恋吗 还是后来才发生了一些改变 不是 我第一次恋爱呢 是我刚大学毕业 走向社会的时候 然后认识了一个女朋友 然后也是在 是那个生日聚会上认识的 因为她是一个名牌大学的 一个就是学英语的嘛 然后后来呢 她毕业之后 被学校保送到 就是国外去了 然后在国外 然后就是这样 随着我们的感情 就这样突然淡了下来 这面外面是实在是太远了 她希望找到一个 文雅的淑女 而且